大家好,我是青青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时空间最强忍的决赛 左面是镜面选手,右面是统神选手 由于网络卡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应该是左面的雷主封学了右面的结界鬼交 然后双方用的忍者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雷主,一个疯主 第一回合双方都是普攻 镜面选手在战力上略有优势 大约是17万3000对16万8000 这个差距微乎其微 第二回合奥义了疯主 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 还不如奥义他的老子 如奥义他的老子,他的老子基本上都已经快死了 不过无所谓了 那个土豪又是高战,任性力也没有关系 不过有了这个金色名人真的是很强 尤其在一号位,他免疫状态 闪躲奥义,又可以追打定身 积各种优点于一身,奥义伤害又痛 无解啊 如果平民玩家碰到这样的组合 基本上是毫无机会的 这次打疯主倒是对的 因为他没有免疫状态了 这边的名人也打了他的蕾乳 这个选择我觉得很不明智 如果可以打他的老子的话 这样会更好 因为他是一个凝神的雷主 你打不打他都无所谓 你把他定身一回合对你影响不是非常大 你即便你把他的雷主先打死了 对战局影响不是非常大 如果你刚才打老子的话 老子也许被你打死了 再接上你的老子的奥义 这样你在人数上就有优势 如果老子等下过几个回合没有死 养到很厉害 再拍一下地板的话 也许就能够反转局势 我觉得统神这时候就是选择错误 因为对方的雷主只是一个追打而已 只是一个追打十连击 而且凝神 你就是打他 他本身的攻击力是不强的 我们基本的原则是 打掉对方攻击最强的 才是最好的 所以刚才 刚才如果老子 如果老子 对方的老子现在已经死了的话 局面是另外一个局面 这时候老子的血量已经很低了 如果刚才不吃刚才那个老子一个奥义 如果等到他鬼交这个结界之后 再拍一下的话 鬼交就会死掉 然后胜负就未可知了 这一下就是明显的 就一定会输的 因为金鸣闪避奥义 闪避追打 闪避俯攻也只能闪避一次 他这么多条鱼这样打你 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所以统神很遗憾 如果他抓住时机 刚才第一次金鸣奥义的是 奥义的是 敬念的老子的话 我觉得战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期待下一回合 好第二回合开始 统神这边调整了阵容 上了这个掏心九都二号位 上这个的目的可能就是 认为他可以自己 能够解除状态 并且可以打断老子 可能他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他行动之前 可以解除状态 这个第一回合的这个奥义 其实他也没想打到对方什么 可能只是骗雷主的奥义而已 这个战略算是成功的 然后金色名人又奥义 敬念这边 还是奥义的这个封主 这个封主明显是状态免疫的嘛 你打他没有什么意义 不如打对方的老子 还是说嘛 土豪就是这样任性嘛 先攻高无所谓 想怎样打就怎样打 然后这边 这边不知道统神 会不会吸取上一局的教训 就是说不要去奥义他的雷主 先把他的老子打死 这样也许有翻盘的机会 不知道统神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其实我是很想在下面发消息给他 但是我觉得这样会影响比赛 所以就算了 你看 不错 这回他明白了 他知道要奥义 奥义老子了 这回 看看会不会 战局会有什么不同 掏向了老子 这个 人家没有奥义 要看准时机再 再 再来 其实这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卡奥义 卡的比较好的 就是 哪怕 就是 除非网络非常非常的好 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延迟 也会失败 这个我可以理解 碰神选手 大家可能在经常 就是 喜欢 PK的朋友 应该 也有体会 所以 不是那样容易 这一局看来 我们 等待 下一局 吧 第三局的比赛 很快就要开始了 等待 在镜面选手 开始 大家看一下 战力 镜面选手 十七万三千 然后 统神的战力 是十六万八千 镜面选手就是 战力略然 优势 但是他在先攻 一号位先攻上 是有优势 这个 对他 很有利 然后 又变回了 第一局的阵容 为主 又上来 风穴了 直接鬼胶 这风穴的这三个回合 可以说是 鬼胶 再也 看不出技能了 可以说 看这回 这回 统神的这个 选择 怎么样 是不是 觉得 换回这个阵容 还有机会 打败对手 镜面选手 又打向了他的风神 应该打老子 如果打老子的话 第一时间杀掉对方的老子 可以控制风阻的很多嘛 没必要 进行天堂 或者怎样 我们这边 经验选手这边 开脱了鬼胶的节点 看双方的血量 差不多 又是奥迪沃的风阻 这回奥迪沃的风阻 这回奥迪沃的风阻 是对的 因为他已经没有 比较好的 然后看这边 明天是奥迪沃 因为又奥迪的是雷主 为什么不奥迪他的老子呢 因为奥迪雷主 其实 力气不是非常的大 因为雷主是一个凝神的雷主 他基本上没有攻击输出的 他三个回合才都有放一次奥迪 然后你定身他 就是为了 不想让他喷那个 持人机的毒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不如 不如两次奥迪 都打在他老子身上的话 说不定 都已经把老子带死了 然后你这边的老子 就可以少挨打一次 然后多养几回 开一下地板 其实胜负只是差那一点点 第一次就说 是选手临场的这个发挥 可能是想法是和我们旁观者不一样 你别看我说的这样凶 也许我在上面打 人家手都已经抖了 所以 所以不同嘛 所以看比赛和自己打比赛 是亲近的游戏 等一下 和第一局的局面差不多 如果 这边雷主还没有倒 精灵孤零零的站着 比赛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 因为 在追打 给了统神 最后一击 然后 镜面选手获得了 时空间最强人 也恭喜统神 还有全次郎 及九世红莲 谢谢各位大神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我是青 再见